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世人公认的天才 他被誉为 推开17世纪绘画大门的人 他将神明拖入凡间 他会把我们在神圣上的人 回归到生活当中来 散发的神弄光归的人 在卡拉网上的画作之中 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酗酒斗殴 杀人逃亡 他是天才 亦是流氓 他本身就是一个光影对比的大师 开创了一个绘画的鲜河 《天才与流氓》 文化大官员正在播出 在艺术的世界 有一位独特的天才 他以其非凡的艺术风格 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 而闻名一诗 他就是卡拉瓦乔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 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画家 巴洛克画派的鼻祖 1571年9月29日 一位天才出生在意大利 距离米兰约30公里的卡拉瓦乔镇 他就是米开朗基罗·梅西里 与达芬奇一样 卡拉瓦乔 并不是他本人的姓氏或名字 只是用来表示 他来自于意大利北部的卡拉瓦乔 现如今已经演变成他最知名的称呼 1592年 当年仅21岁的卡拉瓦乔 只身抵达罗马时 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人 他穿梭在这座城市之中 一不必提极度贫困 是他对当时生活的描述 在这个时期 卡拉瓦乔开始在当时 风头正进的学院派艺术家 被称为阿尔皮诺奇式的 朱塞佩·切萨里的画室中 绘制鲜花与水果 这幅意大利国宝籍的作品 《彭果兰的男孩》 是卡拉瓦乔较为早期的作品 画中展示了一位年轻男子的 四分之三半身像 他手中的篮子装满秋叶与水果 光线从男孩身后渗透出来 照应在篮子上 使篮子里的果实 呈现出各种不规则和不完美之处 卡拉瓦乔喜欢描绘生命稍纵即逝的主题 将人们呈现一个最真实的自然 他所寻求的不是美而是真 避免对自然物进行审美化的诠释 大家好我是城桌上海的老北京 我叫傅大爷 今天是12月9号礼拜六 就是咱聊聊卡拉瓦乔老爷子那幅油画开箱的事 这幅彭果兰的小男孩 这一次他是第一次在美术馆里跟大家见面 同时这也是傅大爷第一次全程参与到一幅油画的开箱过程 真的非常的开眼界 好了我们一块去看看 这么多人了已经 哇哦 看来傅大爷来的真有点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卡拉叶子的烹水 我的男孩 现在就在这箱子里 现在是新的时刻 大木板拆下来之后里面还有一块木板 这颗屏住呼吸 拿过来的小男孩 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哇哦 Bravo 接下来两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仔细的检查这幅画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仔细的检查画了一些细节 这幅现在精精的放在这里 在展出开幕之前他会被放在墙上 但是上墙的过程 属于博物馆的机密 是禁止拍摄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墙过程结束了 本次我们邀请到了拍摄者渔夫 作为特约主持人 与普通美术馆馆长李明亏一起欣赏这幅意大利国宝级作品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宣传画上印的那幅画 也是我当时参与开箱的那幅画 彭果兰的男孩 对 这个就是双周五 我们隆重的进行开箱女士的那幅画 也是我们这次咱俩当中最重爆的作品 那么当然它也是 博尔盖萨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正馆之宝 甚至可以说它一定是意大利的国宝级的作品 其实在这幅作品我们应该很多的观众在很多的网络上 或者书上面都会看到这幅作品 大家都很熟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说这是卡拉瓦乔的代表作之一 没错 但其实这幅画是卡拉瓦乔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绘画了这幅画 这个画里面你看他还是画了一位美男子一个年轻的男孩 这个男孩他捧着一个果蓝 但他的神情有点漫不经兴地看着你 然后他的就是神态皮肤很细腻 然后头发很卷 就这种美是觉得说好像从他内身自己散发出来的 那么包括他肩膀的肌肉你也会觉得质感特别的真实 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 那抱着这个果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果 这个水果的品种非常多 光葡萄就有好几种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葡萄 你都会觉得说它太逼真了 就是有那种晶莹剔透 水灵灵的那种感觉 水灵灵的感觉 恨不得去剥一颗要吃的那种样子 哪怕是旁边的一个石榴 石榴也是裂开了 然后使得里面的紫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就露出来了 那么还有这种苹果 梨 而且有些水果上面它还有一些虫斑之类的东西 像那个梨上面 对 那梨斑就还有一些八点之类的 其实我们感觉说这个画家在画这个水果栏的时候 他还是想把他说一切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就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存在 甚至于说会走向凋谢的那一刻 就比如说像这片叶子 对 所以可能他也想表达一些他的哲理 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在流淌 我们的时间在流逝 可能一切要走向消亡 可能也有一些这种想法在里面 当然都就是后人的一些推测 但是从画作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这的确是一幅非常伟大的剧作 就光是这个果然和这个南海的这个神情 就足以让所有的观众为之而倾倒了 原来只是在电脑上 或者是在杂志上看过这幅画 但是当你真的站在这幅画面前的时候 你还是会被他的气场所震慑到 你会觉得这就是大事 对 所以那天开箱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大家说他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太让人惊叹了 大家都惊呼就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 就是强烈的建议观众们 一定要到现场来看这幅画 2023年12月12日 上海浦东美术馆年度收官大展 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隆重启目 作为国内首个卡拉瓦乔主题展 该展也是浦东美术馆 与罗马博尔盖赛美术馆的首次合作 本次展览展出的画作来自博尔盖赛美术馆 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等机构 六幅卡拉瓦乔真迹亲临浦东美术馆 使得这次精彩绝伦的巴洛克奇迹得以实现 卡拉瓦乔与其他40余位巴洛克画拍艺术家的60余幅作品 一同向观众呈现了巴洛克艺术的全景 邀请人们在当下穿越回那个充满奇迹的巴洛克时代 整个展览空间的展成 配合巴洛克风格特有的明暗色彩 空间布局理念等带来特别的设计 展厅中的灯光会随着参观者的不断深入而降低亮度 直到最后一个展示卡拉瓦乔作品的展厅 从音乐到展成设计 展厅的每个细节都融入了大量意大利元素 让观众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意大利风情 今天开展的浦东美术馆的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 我们都很期待 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意大利元素非常丰富的展览 包括意大利的画作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建筑和意大利的音乐 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意大利元素来到中国 对于这次展览您有什么期待? 这次展览是一场意大利元素的展触 旗并且 我们就能传统的一切共课 在与美国的相关與与美国有关的 与新的世界 世界和古典的艺术 美洲楊小的保泉 中國和伊丹 這雙幷大學 都能我建議一位 在主機上 提出一個問題 提出一區關於古 earlier 傳統而起 化作文化 繼續看來未來 我們這次的雜辣 在展程上是做了一些創新 就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讲一个时间的概念 就当你走进展厅的时候 你还是在白天 所以这个展厅呢 就是亮堂堂的白天的感觉 但是你一直往里走往里走 它就会从白天慢慢地走到了黑夜 所以你的展厅呢 是一间比一间暗 一间比一间暗的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你走到最后一间 就是展示我们的卡拉瓦强作品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黑夜的状态了 就是比较暗的了 这个布展的方式 还是很艺术的 就是之前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有展览是这样布置的 对 是的 我们也是想要说创新一些展示的方式 因为其实在展示油画的时候呢 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像卡拉瓦强的作品 我们就觉得说 如果它的背景更黑一点 它的作品更亮一点 就更符合它自己画作的风格 因为它本身就有光影的对比 它本身就是一个光影对比的大师 所以把背景弄黑了以后 很容易衬托它的作品 作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艺术风格 巴洛克艺术的萌芽 首先出现在建筑领域 艺术家们不再局限于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 彼时的罗马是巴洛克艺术浪潮的中心 这片有待构筑的广阔天地 吸引着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建筑师与艺术家 绘画 雕塑和建筑等不同技术 在这里奇妙融合 形成了一件件独特的艺术作品 令人赞叹不已 1598年出生于纳布勒斯的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 便是将绘画 雕塑和建筑艺术融合的大师 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参与了极具代表性的巴洛克建筑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 而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 他在肖像画方面革新传统 颇具建树 在此次展出的画作中 成熟时期的自画像 因印在了意大利面值五万里拉的钞票上 而广为人知 这也是贝尼尼自画像的巅峰之作 享有极高的声誉 这老爷子看着挺眼熟的 这其实是一幅贝尼尼的自画像 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 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其实大家对贝尼尼还是很熟知的 作为意大利非常著名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领域不仅是在绘画上 雕塑是吧 雕塑是吧 对 他又非常有名气的雕塑 而且伯瓦盖赛博物馆 就搜藏了很多他的知名雕塑 那么他还在建筑领域也是相当的知名 有很多伟大的作品 我们比较难得的是说 能够看到他的这幅自画像 因为这幅自画像的话 是他的一个中年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一点苍老的 然后他的面部的神色也是比较的严峻 然后你会看到说 他甚至于头像都有了一点白发 对 有点逆境苍苍的感觉 那这部作品他比较有意思 就是首先他是很巴洛克风的 他的背景是很暗的 然后他的脸部是亮的 但是呢 脸部是画得比较精细 眼睛啊 鼻子啊 胡子什么都很精细 但是他的衣服画得很随意 他会发现说衣服就很简单的极笔 对 就和他的脸的精细程度 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所以呢 这个方面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人是认为说 他是故意这样画的 就是故意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感 涂出他的面部 那也有的人是觉得说 他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画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就这幅画是贝尼尼很著名的一幅作品 也是很著名的自画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幅像曾经印在了 意大利的里拉货币上 是一个五万元金额的这张货币 但是我们在这个展示上 专门做了个介绍吧 这张货币印在了上面 我就说看这老爷子挺眼熟的 你肯定是到意大利去旅游的时候 看过这个货币 我是比较财迷 你对钱里要关注 是的 所以就是由此就可见说 这部作品有多么的重要 可以印在他的货币上 那么卡拉网球有一张像 也是印过他的 也在前上 也在前上 是在十万年马上 十万 说明那个艺术家比他贵一倍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相对来说可能级别更高一点 从门框上装饰的线条 再到展厅布局 处处都能看到巴洛克风格的设计 伴随着音乐与光线 观众能够充分地沉浸在 巴洛克的艺术当中 巴洛克艺术强调艺术形式的 多元手段 例如建筑与雕塑 绘画的融合 同时也吸收了文学 戏剧和音乐的元素 这幅由格里特·范 洪特霍斯特所创作的 音乐会诗切的护身符 描绘了一群人 正围着奏乐高歌 这位荷兰画家在某些方面 淡化了卡拉瓦桥的风格 但后者的影响 在其作品中仍显得淋漓尽致 例如打在两位歌者身上的光速 源自左侧 且着重照亮年轻男子的黄色长袍 此外在镜物中 也可以看到卡拉瓦桥的影响 艺术家在桌面上加了一道光速 照亮了水果和植物 很明显 这是对卡拉瓦桥的水果栏的致敬 我觉得要是我自己逛这些画的话 我可能看得没有这么细 然后您讲出来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很长现实 我一直觉得说 你看咱俩的话 你看得不是说就是一幅画 其实你看得是社会百态 其实当一幅画 它提供给你的时候 里面有大量的信息 你是可以去研究的 这些信息可能比如说 在当时的时候 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然后是用了什么样的用具 比如你看这幅画 我们今天研究了很久 我们一直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他这幅画是说 这位是在演奏乐器 他们在看着一个乐谱在唱歌 唱歌 桌子上放着水果 然后实际上这两个人是想偷 一个人在背后偷他兜里的东西 一个在摸他耳朵上的耳环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是说 这位老兄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个很难判断 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像女生 但是他明明有找的小胡子 但是男生在那个时候 贵族喜欢戴假发 穿裙子也是有的 但大耳环倒是有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研究说 那个时候的他的一个贵族阶层 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穿着打扮 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他们有什么样的物品 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 然后你可以看他的桌布 他的杯子 那时候的玻璃杯子 然后那布是很厚实的那种感觉 他的乐器和现在也是差不多的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 那个时候他的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 而且我发现就是像我们这个展 这个厅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相当于是 把一个动态的瞬间定格了 巴洛克的画作呢 其实他我们讲的 就是说他有动感 然后他有光线的非常强烈的对比 那么我们等一下看到了 卡拉瓦乔的作品的话 就会更加的典型 那在这幅画里面就会很明显的说 这般别暗 这般别亮 有一束光一下照相了以后 就照亮了这两个人 而且他的这个光呢 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的 就是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会看到说追光的那种效果 所以当他聚焦在这个光线 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的金色的衣服就散发出 那种金色金光闪闪的那种效果 然后在这幅画当中 也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来到展厅最深处 映入眼帘的便是本次展览的重头戏 卡拉瓦乔的六幅真迹 在黑暗的背景中熠熠闪光 当人们站在卡拉瓦乔的画作面前 视线会不自觉地被所照亮的部分吸引 我们现在是进到了最暗的这一间方便 我们现在就慢慢地从白天走到了夜里 然后当我们走进夜里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最重要的展厅 这个展厅里边集聚了 六幅卡拉瓦乔的作品 然后我们要说就是 非常非常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把六幅卡拉瓦乔的真迹 放在一个展厅里边 卡拉瓦乔的画作中 常常充斥着流血暴力等元素 他的画作带着震慑人心的暴力美学 但也透露着他心情里的暴虐 这或许是因为年轻时的卡拉瓦乔 过着动荡的生活 从小流浪街头与混混乞丐为伍 导致他喜欢到处热是生非 殴打餐厅逝者 在街上与人拔剑决斗 多次侮辱警察被捕 即便与权贵冲突 他也从不示弱 对身处底层的卡拉瓦乔而言 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人与事 才是最真实 最有感触的 而这些也成为了日后 他所创作的灵感来源 在他的作品中 常常使用普通人作为模特 将他们的形象置于圣经故事和神圣场景中 打破了当时传统绘画中的规范 这幅《施习者圣约翰》是卡拉瓦乔1610年 从纳布勒斯经海陆返回罗马时随身携带的作品之一 在1606年5月 卡拉瓦乔在一次欧斗中 误杀了一位名叫拉努乔·托马索尼的年轻人 迫不得已他只能逃离罗马 他希望能免于保罗武士 在1606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 为获得教皇的赦免 他计划将这幅画作送给教皇的外甥红衣主教 西匹奥内·博尔盖塞 这一幅作品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它很好看 就是第一感觉 因为上面也同样是画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子 其实这幅画呢 也是在卡拉瓦乔的作品当中 是比较著名的一幅作品 也是博尔盖塞的中管之宝之一 我们会看到说这幅画 它比较有种不同的 首先是这个施洗者 施约翰 就在很多很多国外的艺术作品里面 都会有这个人物 他的作品就涉及到以他为名字的作品 是多得不得了 数不胜数 但是像这个样子 是一个年轻男孩的形象出现的 那倒是非常少的 然后让这个原来大家印象当中 比较苍老的一个老先生的形象 突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小帅哥 小鲜蓉 这个呢是卡拉瓦乔做到的 我记得我在其他博物馆看到的 实习者圣约翰 都是头戴金光 像就是穿着很像一个神 但是你看到这个小男孩 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是你的邻居 一个放牛的人 对 这就是卡拉瓦乔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他会把很多在神圣上的人 回归到生活当中来 你觉得在别的作品当中 你看到都是好像散发着神的光辉的人 其实在卡拉瓦乔的画作之中 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就好像你的邻居的男孩 他那么的温和 那么的自然 然后他就轻轻松松地 躺在一块红布上面 那么这幅画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对角线的一个构图法 就非常的明显 然后也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那种追光的效果 就是背景是很暗的 然后有一个树光的鞋子 照到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的身体是比较亮的 但是有半边脸的 因为光是照不到的 所以又是比较暗一些 所以这种卡拉瓦乔的 很多的一些特点 都会在这幅画当中 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 而且这幅画尺幅也很大 然后大家会觉得看得特别爽 我觉得这个技术我也应该学学 就是如果你的光在这边的话 打在这个上面 你只需要画一半的脸就可以了 那一半可以偷边玩 其实我们从画画的角度来说 你画暗的比较亮的 可能不一定容易 对吧 因为你要既然把它脸要变暗 要让你写得特别的和谐 然后又看起来很真实 这其实是很考验你的功力的 所以对卡拉瓦乔来说的话 它的确是开创了一个绘画的鲜河 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明显对比的效果 除去美术馆的馆藏之座外 本次展览还有一幅由私人收藏的卡拉瓦乔真迹 这幅宗作书记官马菲奥巴尔贝利尼肖像 由来自弗洛伦萨的显赫家族 科西尼家族私人收藏 画中的巴尔贝利尼坐在椅子上 一只手搭着扶手 另一只手放在一本打开的书上 除了这本书 桌上还有另一本书和一个漂亮的插满鲜花的双二细镜屏 这幅作品与卡拉瓦乔在罗马的早期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 除了光线的分布 右侧的明亮背景和花瓶 也是卡拉瓦乔式的典型特征 极端鲜明的形象凸显于画布之上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那幅四人收藏的作品 我可以说这幅作品真的是你绝无仅有的机会 可以在普通美术馆看到 否则的话你就怎么可能跑到家里去看 对 那么也是靠意大利领事馆的支持 所以他们是经过多方的协调和努力 能够得以让这幅作品最终来到了普通美术馆 那么这种科西尼家族呢 它是在意大利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贵族家族 然后他们也曾经拥有过很多的艺术品 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宫殿 那么最后呢他们都捐给了政府 但是这幅画呢是他们还是继续自己在收藏的 那么这一边呢这幅画叫做宗座总书记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职位 就是他之后就成为了主教 主教之后他又变成了教皇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宗座总书记的职位 那么这幅画呢 它其实也是很典型的卡拉瓦乔的风格 大家首先看它的背景还是很深的 然后一束光是射在它的脸上 那么就是鞋子过来呢就一直送到花瓶这里 那么它的神情呢也是比较轻松 就是感觉不是正经威作的 是有人突然叫他一声 突然叫了一下 他一下头一抬 然后就那种神情 那么大家看它的衣服用的是黑红配色 也是很典型的卡拉瓦乔 就喜欢用的惯用的一个黑红的颜色 另外呢就是袖子的这个褶子 一丝一丝一丝一层走过来的话立体感特别的强 似透飞透的那种感觉 似透飞透 然后就特别的那种玻璃的那种感觉 极为的形象 所以这样的东西它没有就是一定的功底 它根本就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太绝了 然后包括这本书 对吧 包括它的索 就每一个 每一笔每一点都会让人就为之惊叹 所以这也是一幅很重要的作品 我觉得说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 绝不经有的机会来看这个作品 感谢普通美术馆把这幅人家家里边摆在画 能请到这儿来让我们先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